今天找的那小孩呢 他跟以前一样 来到这个地方找球 找了很长时间呢 没找到 那他就有些生气了 哎 小孩 上了 小孩这一跳下去呢 给健康码吓坏了 看了一眼小孩之后 迅速的就跑了 小孩就这样 慢慢的上了岸 我一回头给我吓坏了 健康码嘴里呢 吊着小孩要找的球 我估计呢 他自己也害怕了 在这边站着不敢动 嘴里吊着啥我看看 要回去了呗 回去了啊 行 行 主要回去了 此时的健康码呢 那是相当的害怕了 毕竟小孩跳水了 进去之前呢 他回头看了看小孩的位置 怕小孩呢 追上来咬他 啊 那水里有 有球 这屋 来 叫叫进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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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处的小孩呢 那是毫无察觉 他嘴咋了 嘴我看看吧 那嘴咋了呢 看 嘴咋了 咱看了 赶紧就进我 我看你知道 心眼这肚 指定要掉屋里 咱一会儿走着瞧 你看 此时远处的小孩呢 还没有察觉 这边发生了什么 而健康码变的呢 越来越紧张 着急了 不敢吐 你吐怕删除巧 有点闹着 有点含不住了 这个字都得劲点 随着实验的退移 健康码呢 是越来越紧张 嘴里的这个球呢 着实给他拿住了 而就在现在 删除出去找小孩了 让他呢 难上驾难 彻底的载就会儿愣住了 小孩考虑要回来了 此时的小孩呢 那也是相当的崩溃 这怎么刚出来玩 十分钟 居然我回家 我那个球还没找到呢 不是白跳进去了吗 但最终呢 他和散除一个对视 还是决定和散除一起回家 健康码呢 载门口也等候多次 完了 大家觉得 是小孩抢的 还是健康码 顶不住压力 把球吐了 虽然小孩跳水里了 但小孩呢 还是追踪的胜利者 毕竟得到了球 最后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我家有很多球 但是不敢都拿出来 我怕小孩用球 把下面这个水泡呢 填满了 我两个人 不敢紧